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工作 包括了加强选举委员会功能 也会审查参选资格 可以有效地防范外部势力干预 堵塞现有的漏洞和缺陷 而在十四五规划当中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 也可以帮助国家防范金融危机 正在北京的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 接受凤凰卫视全国两会 云采访工作室访问时表示 全国人大将审议完善 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 将加强选举委员会的功能 包括产生部分立法会议员 另外增设审查参选资格功能 可以有效防范外部势力干预 如果参选的人不是爱国者 是反中乱港的人士 我相信如果我们有一个审查的机制 就可以防止到这些人的进入 通过选举这个途径 是进入管治架构里面 这个是可以起到一个防范的作用 谭耀宗表示有关草案会在闭幕时表决通过 之后会授权于人大常委会 跟进改善法律的工作 然后会交给香港特区政府进行本地修法 另外十四五规划提出要支持香港提升 国际金融 航运 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 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 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 谭耀宗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不错 在人民币数字化可以发挥 也可以帮助国家防范金融危机 规划又指要完善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与内地优势互补 协同发展机制 谭耀宗认为香港跟其他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在中医药和文化产业上都有合作和发展空间 谭耀宗说如果让大湾区先行先市 有关产业必定有兴旺的发展 凤航卫视叶子化香港报道